右图是碳酸钠容易用浓度0.1m的盐酸低定的低定曲线 灰色的区块表示指示剂的变色范围 图中的低定体积请同学参考题目的数据 室温在低定过程中与何处的容易具有缓冲的性质 我们一定要知道碳酸钠它是二元件 所以盐酸低定会出现两个当量点 题目并没有提供碳酸钠的浓度跟体积 所以我们仅能从题目图形来推测有两个当量点 分别在pH等于8或是在pH等于4左右 pH等于8在上面的部分就是图形的中心点 丙这个位置 pH4就是在底下这个转折 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是第二当量点 在第一当量点丙之前乙的容易成分呢 这边就是缓冲容易 它是碳酸跟碳酸氢根 这是缓冲容易的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pH变化也没有那么的大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 第二当量点 那是在根之前的丁根物 那它的成分呢 是碳酸氢根以及碳酸也是缓冲容易 那我们可以看到几这部分特别突出来 那么判定可能是在低定过程之中 酸减中油的放热使得温度上升 导致二氧化碳溶解度的下降 所以从容易中跑掉 导致它pH会突然上升 所以综合以上本题的答案就是猪选项 你说的解说 缓冲 ów 是 明天 由 beginning 棒 是 孟 缓仇 这 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